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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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 我今天 穿得非常的日 每次我們今天來到觀子嶺 要來參加火王爺記 AKA夏日拉山車 大家都知道關子嶺的泥江溫泉非常的有名 而火王爺就是溫泉的守護神 我們也叫他不動冥王 大家可能會覺得不動冥王 感覺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陌生 沒錯 因為他就是來自日本的神明 就是當年日本來到台灣 就把不動冥王爺一起帶來了 然後在這邊護佑大家 所以今天的活動非常的台日結合 有日本的文化還加上台灣的民俗 那今天我們來到這邊就是要慶祝 火王爺聖誕天丘 我們要來幫忙拉山車囉 今天會有這個拉山車的活動 其實就是為了要慶祝 不動冥王火王爺的生日 所以在這個活動開始之前 我們有非常多重要關鍵的人物 先來這邊給火王爺拜拜 祝火王爺聖誕天丘 還有活動一切平安順利 他們今天現場也有非常多豐富的活動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報名 那如果你有事先報名的話 就可以得到更多相關的資訊 既然已經蒙滿了 全名 帥 好 大家來到這邊參加活動 除了可以有一種未出國 很像在日本跟大家日式遊行的感覺之外呢 還有可能獲得泡湯券 像是這個 既然參加活動 參加全程就可以獲得這個 超可愛的 要跟一堆穿著和服的人 就是日衣採接 就會覺得彷彿淚出國 我就知道這個 提早網路報名會是有來的 才能領到這個 超早鳥 超級早鳥 對 所以就在網路上先申請報名 對… 然後來參加就可以找到這浴衣 真的超讚的 而且免費送耶 我記得 對 免費 超讚的 這邊這個 三豪水 他們好可愛 他們超級可愛的 他們是仙草國小的官吶分校 他們是太鼓隊 他們的表演榮獲非常多的獎項 所以呢 由他們來擔任開場 繩子在踏了 繩子在拉了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 一起拉山車 我們加日山車機 可以回加日山車機的旁邊喔 太熱情了 出發了 我們現在 來為 不動民王服務 我們現在來拉山車 要搞 好 我們現在呢 已經抵達了火王爺廟 然後他們這次呢 因為因應生日 所以他們準備了很多獸巢 要發給大家補充能量 瘦頭 聖誕餐廁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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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以試用 好 這個 在我們這個關子裡 找破的關子裡 這個關子裡的路 上破真的太多了 哇 我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 我用盡了一隻手 哈哈哈哈 他們超貼心設有兩個休息站 可以讓大家吃東西跟喝飲料 又到一個休息站 然後這邊是零頂公園 現在經過的是零頂公園 然後前面呢就是大成殿 而且他在疫情之前呢 還有提供浴衣的租借 所以你就可以穿著浴衣在這邊 非常的有日式情懷 所以在那裡 那一隻手 有一個菜道 有超多熱情的民眾在幫大家加油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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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鼓勵 好 我們現在已經抵達了終點大城殿 大城殿又叫林頂資訊站 它好久之前曾經是神社 又曾經是學校 那現在它變成一個資訊站 所以如果遊客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可以來這邊詢問 今次來我們開始做 Blech 好幾次 既然混合了 在梱子裡的貨物 給你準備好幾次 稍後快點 之後再次準備好 先前多次 馬上 除了我們剛才參加的一年一度的火王爺祭之外呢 其實他們一年四季都有非常豐富的活動 像是溫泉祭啊 還有泥漿節 而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保全橋 走在小橋上還有長長的流水 感覺超日式了吧 其實關子嶺呢 非常的原意 我們一路上已經看到非常多在地遊客與物種 我們來訪問一下當地人 呃 當地物種 喂 溪溪先生請問你覺得關子嶺溫泉怎麼樣 現在在關子嶺老街上 據說百多年前這裡可是關子嶺唯一的街道 而且它現在還裝飾了這個紅色燈籠 豈不是專為我設計的拍撞場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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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真的有非常多的裝飾呢 可以拍累出國的日式美照 這裡是台灣木材故事館 一進來就看到一個木製的台灣 超級可愛的 而且呢這裡是我的私房景點 它就在大臣店的旁邊 可是呢我在郵寄上很少看到人家寫 不過我上次來的時候 就覺得超值得推薦大家認識這個地方 因為它在裡面呢 告訴我們非常多跟木材相關的小知識 而且這裡整個超級日式 而且還有濃濃的檜木箱 我覺得最酷的是呢 這裡有非常多你可以動手去嘗試的東西 上次去應該是音樂相關 這什麼音樂 還有這個這個這個應該就有音樂了 沒錯來到關子嶺就是要唱關子嶺之戀 大家應該有聽得出來我唱的是關子嶺之戀 這個地方呢是之前的宿舍改建而成的 所以也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建築 怎麼樣是不是超級好拍的 簡直發現寶貝 第一手天原 歡迎光臨 歡迎來到JOIS今天要入住的力泉溫泉館 關子嶺的泥漿溫泉呢 為水中帶泥漿非常特別 您泡了就知道 最近呢本店有新的活動 只要您預先打電話預約 就會直接免費送您 牛體熊的製作是最近最好的唷 帶各位來參觀我的房間 感覺超公主的吧 等一下卡住 不要拍這邊小少女的東西 各位看一下這個電視超酷的 因為它會旋轉 你知道什麼它會旋轉嗎 因為 泡湯的時候也可以看電視 超酷的吧 另外呢 他們這邊泡湯的地方 風景超棒的 登登 真正的泥漿 它裡面真的有泥喔 我要出來給大家 哇 大泥怪來了 它後敷上去之後 你這樣 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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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它可以去一下 哇 看到forever 泡完湯汁肚子 超餓 應該不是我這樣吧 這家店呢 就是在我住的立泉溫泉館的對面 它叫做原位 大概快速跟大家一一介紹 因為我現在已經肚超級餓 它又有嚼勁 然後又很嫩 然後外皮又很脆 然後又很多汁 難怪 關子裡的湯還可以這麼有名 真的超級好吃 喜歡它幾乎菜單上沒有雷之外呢 這個是他們的山豬皮 就真的是那種 在山上跑的山豬 然後這一道呢 就讓他們得到溫泉美食節 那個得獎的 就是因為這道 山豬皮 好 以上呢就是Juice幫大家介紹的 簡單版的 關子嶺的玩樂小攻略 簡單版而已喔 你看 我們好漢坡還沒去 然後水火同仁 這個厲害的 然後碧雲寺 它的看日落景很厲害 大仙式也是非常多 信眾都會去的地方 那關子嶺呢 定期都會舉辦 非常多豐富的活動 JUST IN台南關子嶺 好啦 那就講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Juice的影片的話呢 歡迎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欸等一下我怎麼拿雞腿再揮 喔喔 欸掰掰